第十题,在城市里面,每一家的用水量 用水量就是一个常态分布 那Mil是多少呢?就未知的 那我们的标准数就是4 A part就叫我们去到估计Mil 即是没有看平均值,我们要求出来 那我们抽样子了 那在A1就问,抽了16个 那下面的数据,叫我们求95%的自信区间 那首先,怎么估计呢?我们就是 将用的样本,先计算平均值 那这个16个样本,全部加上over16 那我们可以计算,那样本的平均值 X bar,可以计算20.75 那接着就95%的自信区间 那这个意思就是这样 即是一个常态分布 中间位,我们现在有一个X bar 就叫做20.75 就这个位置 95%自信区间,即是在这里开出来 左右开出来 这个面积 两边混合,就叫做0.95 那我们要找一个区间 就是要找这两个的位置 这两个位置的数值是多少 因为它左右对称 所以,所以右面这个距离 和左面这个距离是一样的 那常态分布,我们查2Z表 那这个0.95就很常用的 我们说2Z就叫做1.96 不记得不要紧要的,查表呢 查表的话,这里左右对称 那我们的表由中间发到右面 就是这里,一半而已 那0.95超过2的话 就0.475 那我们就会找个表呢 2Z的表呢 这个是个基率 那我们会在中间找到0.475的位置 发去左边你会看到1.9的 对上去的话,你会看到 百分位是6来的 那所以就1.96就是我们的2Z 那既然呢,我们说2Z是标准化了 那我们应该乘回标准差的 它才会还原原本的图 那但是,要小心啊 我们这里呢,是抽氧分布的 那所以第一,是用标准不是取代的 而是Standard Error的 那这个标准差呢 就给了我们的,是4 我们说Standard Error呢 就是这个标准差呢 它超过开方N 即是样本数的开方 样本数就是16 那所以我们发觉呢 16开方是4 那所以呢 SE是1 那所以呢 1.96乘1呢 那就是1.96 那就是它左右呢 是退了1.96 那么多 1.96 那么多 那所以中间20.75呢 减1.96加1.96 左边是18.79 右边是22.71 那这个呢 那就是所谓我们的 95%的自信区间 那就是A1的题目 那我们看看A2了 那它说呢 就是呢 求一个最小的样本数呢 令到Mu的99.5%的自信区间 的幅度少于3 那到底它说什么呢 那其实又是说回常态分布先 那中间呢 都是这个X bar来的 那都是呢 20.75来的 接着它这次玩到开多少呢 99.5了 那就是这里呢 那中间这一块的面积呢 那两边加起来的话呢 就叫做0.995的 那自信区间我们就说 这个是什么范围 那就是说呢 要少于3 那就是这里呢 去到这里呢 要少于3 那因为左右对称的嘛 那所以呢 我们只是考虑右面 那方便一点 那一半来说呢 其实这里呢 就少于1.5呢 那就收工了 那现在这个N呢 是未确定的 那我们可以当个N是个变数 那也是啦 那我们不如查表 找个Z值出来先吧 又是啦 0.995呢 是两边加起来的 所以你先超过2 0.4975 又是啦 在中间呢 又找到个0.4975的位置呢 对方的座面 你会看到2.8 那楼上呢 你会看到呢 那个百分析是1 那就是Z是2.81 那又是啦 那我们的Z呢 就是标准化了 那要乘回Standard Error呢 那就会等于这一段 那就是说呢 那我们这个2.81呢 乘回Standard Error了 我们原本的标准叉 叫做4 over開放N 那现在我们的N呢 就未知的 那你当它是一个变数吧 那我们求这个N的最小值 那令到它什么呢 它就要少于1.5 那我们执一执位呢 N是一个正数 所以开放N也是正数 所以我乘过来的话呢 那这个箭序呢 就不用移动的 那将这个乘过去 把这个除过来的话呢 那我们的开放N呢 那我们要计算到 开放N呢 就大于这个2.81乘4 over1.5 那我们要计算到这个7.49 除环3 那接着再平方它呢 我们要计算到N呢 大约呢 就是56.15 那我们说N是样本数来的 那它是整数来的 那它是最小的整数 那但是呢 它要大于这个数 那所以呢 它就是 只能够57 那所以N呢 我们就拿57 那这个就是A2 那B部分呢 就说我们呢 假计这个Mil呢 就是20 那标准差没有移动 那也是4 那接着它说呢 所谓的一般家庭呢 就是那个用水量呢 要介乎18至23 如果18到23呢 就为之一般了 那就是超出了就特殊了 那我们看看B1 那它问什么呢 它说呢 这个成终呢 它一般家庭所佔的百分数 那就是这个范围 佔多少% 那又是了 常态分布 又是给大家看一个图 那是否清晰一点 那中间呢 因为我们已经当了Mil 是20的了 那这个中间位置就是Mil 那左边有一个位置 就会叫18的 右边有一个位置呢 就叫23的 所以它其实想问回我们呢 就是这个范围 那个面积而已 那首先我们知道了 这里呢 左边有两格 右边呢 就等到三格 那又是了 我们说要标准化它 这个3呢 标准差是4 所以3 over 4 就找到的意思是0.75 那又是查表呢 查表呢 要找到是0.2734 那我们找到左满边 2 over 4就是0.5 0.5的话 你查表呢 总是0.1915 这个数是左满边 这个是右满边 所以我们加上它 我们看到呢 是0.4649 那但是呢 题目是要我们给百分数的 那所以呢 麻烦转回来做% 那就是46.49% 这个呢 就是我们B1的答案 那B2又怎样呢 它说 它说逐个逐个抽家庭出来 去做记录 那当发现到有3个一般家庭 就收起了 那它说 以知这个记录呢 就多过6个家庭了 那它就问呢 刚刚好9个家庭呢 被记录了 那个的几率 那这些几率 这些几率也是 通常描述很複杂的 那这种客 我们看看它玩什么分布 那这种呢 它抽一下抽一下它会停的 那就像我们那个几何分布了 那但是呢 它又不是说抽中一次又停 它是三次才停 那抽中一般家庭就为止成功 抽不中就失败了 那所以呢 我们可以当它是二项的玩法 那我们当它抽中 就叫做Y 那最后抽中就会停的 那所以去到最后这一次呢 就没有了 后面没有了 那但是呢 之前呢 它应该还有两个Y的 因为它存够三个才停的 那所以之前呢 会有两个Y的 那但是那个位置呢 是不知的 那就是可能这里呢 夹杂着一些其他位置呢 是有N的 就是可能是这样的 那我们看看 那我们如何去写一条式出来 那它成功一定三次的 那所以一定呢 会有个P的三次 那那失败多少次呢 如果我当它总共叫N次的话 那所以呢 失败就是N-3次了 那第二小心的 就是那个二项系数到底是什么呢 那我们说最后那一次是一定成功的 那所以我们呢 这个Y是不会掉位的 那所以我们只会在 其他的N-1次里面呢 就选两个位置是放Y的 所以是N-1取2来的 那比如我们当这个式 叫做FN 那接着我们就算了 那它说呢 以知是多于6个家庭 然后呢 就找刚刚好9个家庭的基率 那就是条件基率的玩法 先看分子部分 刚好9个家庭 那就是FN-9 那看分子部分 它就说呢 要多于6个 多于6个 我们一定是倒转来计的了 就1减了 那大家要小心了 因为我们说呢 它至少是怎么样 至少会有3个 因为它是3个Y才收手 所以它至少会有3个 所以这样呢 FN-3 加FN-4 加FN-5 它多于6个 所以呢 我6个呢 都是要拿走它 那条式呢 就会是这样的 所以我先把这些数换一下 那我将一代替 那我代替一代替 你会计到 楼上是28P3次 Q6次 楼下呢 你会见到是1-P3次 它是1加3Q 加6Q2次 加10Q3次 P就是抽中一般家庭 就是B1計算出來的這個數字 P就是0.4649 Q就是0.5351 代替顏色 只要你肯讀機的話 你會計算到0.1604 就是B2的答案 來到第11題 兩部機器是生產的東西 下面有兩條顏色 告訴你P和Q的生產情況 T就是月數 P和Q兩部機器 由0到4個月 P總共產量就是A Q總共產量就是B 我們把A1計算出來 去估計這個A 用我們的梯形法則 當曲線是這樣的 我們就說 這裡有1 2 3 4 還有0 這裡分開很多格 斬開它 這裡 扯到這裡 就是梯形 這裡扯到這裡 就是梯形 這裡扯到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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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格加起來就可以了 就是P 0 加P 4 超2 這是頭尾 但是要插中間這三個 加P1 P2 還有P3 看看P那條顏色 P0就是0 P代4的話 這個就是 2乘4乘這個 4乘這個 4乘16 再加4 就是20 超2 加P1 代1的話 這個就是2乘5 再加2的話 4乘8 再加3的話 6乘13 再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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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0 93 這個就是 A1部分 接著 A2部分 就問 這個A1 是一個估計 這個估計 到底是高估還是低估呢 首先大家的概念要清晰 怎樣會高估還是低估呢 曲線 是向上套的 我們用直線去估計的時候 這裡 直線會高於曲線 所以這裡就高估了這一段 這個就是高估的 如果條線是下縮的 我們用直線去估計的時候 直線就會在曲線之下 就會少了這一部分 這個就是低估的 要看功能的凹凸 這個就是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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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數上可以微微兩次 看看是正還是負 正的話就是凸 負就是凸 但好壞不壞呢 就是現在p的顏色很噁心 不建議就這樣去微 我們就簡化了它 我們只要保留它的凹凸性就可以了 還要是0至4的一段就可以了 我們只考慮0至4 其他我們不理 所以我們簡化了p的顏色 其實你會發覺它是xlnx 而這個xlnx是凹凸 所以x增大的時候 y是一直增加的 這個是遞增的 後面這個xlnx是遞增的 所以x再整個遞增給它的話 就會變成是向上屈 就會變成是凸的情況 所以這個是凸的 你看到原本的顏色 這個xln裡面 就變成是t 平方加4 平方左基本上沒有影響 它都是遞增的 加4就是向左移四格 沒有影響的 如果y軸在的話 那xln本身在 我們考慮右移的情況 所以曲線向左移四格 只不過是 你當是y軸 移到右移四格 沒有影響 所以a1是高估的 a1是高估的 即是大過a b一個部分 就是要求beta 即是b 就是用代換去積分 我們計算的是 這個由0到4 只要剩下了 現在的變數是t dt 就說u是這個 代換去積分 可以計算一下 如果兩邊e 的話 e的u 就是2e t 加1 如果du dt 即是這條色 微了一下 就是入面微 over入面不微 入面微的話 常數項沒有了這個 就照顧的 2e t over入面不微 2e t 加1 即是dt 就是2e t 加1 over 2e t du 然後再代入 u取代了這個 所以這個是4u over 2e t 加2 dt 換了這條色 變了 e的u over 2e t du 這個4和2 一樣 等於2 搬出來 再殺下去了 上面是u e u 然後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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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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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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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超过P加Q4个月的总额 其实就是 头4个月我们就算了 就是A和B 就是全部A加B 中间就B那么多 就是B over A加B 它的问是否大过30%呢 打个问号给它 我们说A的准确值其实我们没有算到 我们用A1去估计它 就是我们用A1取代了这条式 我们就真的解一下它 我们就算到它大概是65% 明显超过很多 但是我们严谨一点也看了 我们估计的话 我们说刚才是什么 我们说这个A1是高固了 A1是大过A的 就是说 份母是写大了 份母写大了 比值应该是小了 就是说真正的数值 应该是会大过这个策出来的数值 所以就肯定是大过30% 所以B2那部分 应该是同意的 说这么快就去到最后一题了 刚刚它就说 有一缸水 漏水的情况就描述了水的体积变化 给了一条颜色 当中T就是一个时间 H和K就是常数 A部分就问我们 将它变成直线 原本这条颜色V等于64 超过这个HE的KT 加我们4的 执到它似A部分给我们的样子 所以这条颜色 64这两个谜位 超过V 减4的话 等于这一块 HE的KT 这条颜色就是A部分给我们的颜色 左右做不同的动作 这里就是对数你一定要熟 LanH 加这边 E底 直接抽出这个指数KT A部分完成了 我们看看B部分 B部分说这条直线 我们知道它是通过原点和21 通过原点就是00 和21的位置 叫我们当中找回H和K 现在就是当这个是Y T是变数 所以T就是X K是常数 LanH也是常数 我们看看通过原点代表什么 通过原点代表常数是0 但小心他问H是多少 E的零次方是1 所以H是1 H是1 K就是斜率 他告诉你 穿过原点 并且穿过21的话 就是斜率是1 over 2 所以K是1 就是B1的答案 接着B2就难搞了 它一定要你尾了去 在这些局上做 DV over DT 原本的颜色是这样 我们知道H是1 就是没有了这个 K是1 就是这个位置 2分之1 转回去就变成这条颜色 接着就做 虽然好像很复杂 但因为分子是常数 所以我们用除法略 其实也是很容易去计算 前微后微 前面微了0 接着减 前五微 就照射了 下面这个微 常数行也是没有了 这个就是照抄 然后记住连锁 2分之1 就成了 接着over 留下的平方 整理它 符号抽出 64 over 2 我们叫做32 E 2分之1 次方 接着over 2分之1 t次方 加4 抹着平方 就是B2 要我们计算的 B3 就是当这一条颜色 达到最小值的时候 V是多 你可能一见到最小值 你又打算把它尾了去 但你想想 这条颜色是很复杂 好似的 你把它尾了去 就很麻烦 所以最好 我们先看看原本的颜色 这个颜色是逻辑凡数 并且题目已经告诉我 是在描述水的变化 它在漏水 当然由高至低 大概这样 有没有漏了 不知道 总之大概这样 这个已经微了一次 微了一次就是斜率 原本的条线就是说 斜率去到最小的时候 斜率去到最小的时候 很明显是这个位置 中间这个位置 就是斜率最小 跌得最厉害 所以B3的部分 是问我们这个高度 V值就是这个高度 要我们知道 邏輯凡数 它是有一个对称性的 它是一个反曲对称的 对称于这一点 所以我们只要找到它 两条佔近线 我们找到这个最大最小的话 我们的中间位 就是这个反曲位的高度 你会发现它其实是容易计的 这条式就是我们原本的V 这个就是V 因为我们找到 渐近线就是 X吹向正乎无限大 这个是容易计的 即是T吹向正乎无限大 但是这条式要微了它 就明显是复杂一点的 所以给我就不想做这个 好了 看回了 我先把这个T的吹向无限大 这个无限大 也就是无限大 所以整个分母都是无限大的 很明显就会整个数吹向0 即是原来它是会流光的 就是最后这个高度是0 那么E吹向负无限大 这个负无限大 这个负无限大 就是0 所以64 over 4 就是16 即是最高这个高度是16 之外它流水的情况 本身就是16M3次 一直流流流流流流到 最后是流干了 很显然 回答B3的问题 这个位置是多少 就是8 是吧 立即出来的 这个就是B3 这个是答案 看完C部分 它又弄多个S出来玩 弄多个S出来的话 它就叫做V2 over 3次方 看完C部分 它那句话有点点忧愣 大家小心 它就说 当DV over DT 达到最小的值的时候 就要求Ds over DT的值 首先我们说 这个是一个功能 V of T 这个如果写得漂亮一点 其实S of T 就等于V of T 2 over 3次 所以是一个复合的功能 也就是S 其实是我们原本这条线 就变了型 那我们将这个 尾一尾它 即是Ds over DT 这个其实我们按连锁力去做 其实就不太难了 这个放下来 这个就是V D的负3分之1次 然后要乘回 里面这个微 就是DV over DT DV over DT DV over DT 我们算了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色 不再抄一次 还没完 看我们C一部分 它就说当DV over DT 达到最小值 就是刚才说的 这个位置 刚才我们计算的高度是8 就是V是8 但是它说这个的时候 就是T 这里的数值 就将T的数值 就代到这条式 Ds over DT 代到这个T的位置 就可以计算这个数值 这个时候到底是多少 我们就看原本的数值 我们要计算到 这个位置等于8 就是现在这个时候 V对于8 就是T 不难计算 8,8,6,4 就是分母这里要是8 再减了这个4 就是左边这块要是4 就是E的2分之1次T 要等于4 很简单 两边拐了它 拐了它 2分之1个T等于4 2就乘回 T就是2拐4 原来这个位置 就是E拐4 T等于2拐4 就代到这条式 但大家看看 这个代到V of T 代到E拐4 就是出我们这个高度8 所以这里不用再计算一次 所以是2 over 3 8的负3分之1次 负4次方就是1 over 8开3次方 8开3次方 8开3次方就是2 乘回DV over DT 又看看 DV over DT是这条式 刚才也说 这个是4 不用重新计算 刚才写了 E的2分之1次T等于4 这个是4 这个是4 所以是负 这个是32 因为E再4 4加4是8的平方 2和2就弱了 4和8就弱了 4和8就弱了2 2和4就弱了2 所以到头来 剩下负2 只剩下2 就是外面3 这个就是所谓的C1 看看最后的C2 他说 这个人声称 当这个去到最小值的时候 这个也会去到最小值 同不同意他的答案呢 那又是要理解他的答案 他说这个DV over DT 去到最小值的时候 就是什么 就是由头到尾都是这个图 就是原本的Function 那个反曲位 然后后半句 他说 这个 是不是都是出现最小值的时候呢 就是说 我们首先要知道 这个S 其实是V的变了型 给了这个刺方 就变了型 就是说 它应该差不多 但是它会变成型 就是它变了型 之后 它那个反曲位 有没有退到位 就是说 譬如你当原本的Function 是这样的 但我变了型之后 可能是这样的 本身这个反曲位 可能是这个位置 但是当它变了型的时候 它的反曲位 可能是会退了 但是 小心我们偷鸡还偷鸡 但我们要小心 原本这个狼心凡数 它也是对称的 但是当它变了型之后 它就会打破了对称性 那我就不能够用回 刚才那个方法 计算高低 然后找回中间 这个不行了 但是有时候 我可以猜一下答案 它这个位置 当它变了型之后 它应该是移动了 当这个是最小值的时候 这个就应该不是最小值 就是说 我们想反对它的说法 那就很简单了 我们刚才C1 就是计算了 当这个D over Dt 是最小的时候 D over Dt 就是这个值 就是说 其实我们只要找到 D over Dt 在某一个时刻 它是有比这个数更加小的值 那这个就不是最小值 我们明白它在做什么 C1 原本这个蓝色的线 出现这个位置的时候 我们就是计算 红色的线 在同样Dt的位置的时候 红色的线 这一点的斜率 就是负3分之2 所以如果我们要反对 C2的说法 其实我们只要找到 一个更加小的斜率就可以了 我们只需要试试 待其他数据就可以了 虽然这颗色看上去很复杂 但其实最复杂是这一块 E的这个次方 最复杂 但我们刚才不是计算了 这一块也是4的 就是当它 就是这个蓝色线 这个反曲位的位置的时候 这一块是等于4的 也就是T等于2n4 那我想譬如 打大它 我可以把这个当做5 这个2n5 是大于2n4的 那这个位置就直接 变成5了 就是这一块复杂的东西 变成5 就是这两块 这两块变成5的话 这个位置就是64 over 9 所以2 over 3 64 over 9 64 over 9 这个三分之一次 乘d over d d over d 就是这一块 又是了 这两个位置变成5 所以就是乘-32 这里是5 0 over 9 这个是9的平方 多一课计 你会计算到 大概是-0.648 那来比较一下 C1部分计算出来的 这个呢 -0.6循环 所以立建高下 这个是不是负多一点 负多一点 就是这个数小一点 那就是好似这幅图 刚才当蓝色这个 出现反曲位的时候 红色这个的斜率 -0.6666 但是刚才的T代大了 就是移到右面一点点 那我们会计算到 红色这个的斜率 会出现一个 叫做更加小的数值 那就是说 这个并非最小 所以我们可以说 C2的说法 其实是交易的 对手 你会看到的 是活得更加小的 就是想的 那就是 其他这一段事 你是不是也在 你会计算到 那种事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